常常請教 昨天宣佈放假的時候好像有傳說說 好像比北市府有提早 比其他縣市提早宣佈放假 是不是有先跑 我們基北北桃 大家在這個八點鐘前 會先由幕僚人員作業 然後最後再由首長大家彼此之間通電話 共同決策 那昨天在接近到八點的時候 我們是大家有共同討論了一下 這個有時候海邊的風力已經到達放假的標準 那所以我們考量到上午的確是風雨比較不大 但是越到下午風雨越大 那希望大家提前防災 所以我們是共同決策 不過昨天我宣佈說 因為剛好媒體就在旁邊 所以我們基隆在宣佈的時候 大家有比較提早知道了一下 因為那時候我們剛剛都在海應變中心 不過我們沒有提早宣佈的問題 大家都是共同電話好 包括我昨天也是跟幾位市長親自通過電話 大家決定後才各自去宣佈 那宣佈大家理解到宣佈的時間是會有先後 可是決策的時候是共同的 這也意識到基北北桃的生活圈是很大 那共同放假有它的優點 但是有一些區域像我們這一次的東北角的海邊就可以看到出來 從下午開始風浪就會很大 可是如果是特別盆地的話 在同一天同一個時刻 相較之下可能就會有一點落差 不過我想共同放假是我們基北桃四個首長大家的共同決策 所以我們還是會按照這樣的方式 每個颱風都嘗試看看 然後再來做進行檢討 不過因為這一次全國都放假了 所以我想也沒有只有基隆率先單獨放假的問題 有很多的抽水機現在都已經綠樹進駐到一眼水位置 我們的防水擋板也是第一次來使用 一共七百面已經到了各個社區以及學校 這防水擋板有類似防水閘門的功效 所以目前為止也都已經上限來代替沙包 以及還沒有裝設防水閘門的民眾 然後我們也是時時在觀察雨量 基隆比較怕的是臨時的強降雨 只要一個小時下超過五十毫米 那就可能會有激淹水 只要兩個小時以內有超過一百毫米 那就一定會變成有激淹水的情形 所以臨時的強降雨是我們比較害怕的 除此之外我們會做好應有的防台準備 до勇 五十多的 四十三年 正面 旁邊 三十四 trois 七十六 七十八